當然前個半局 市隊沒有拿下分數 蠻可惜的喔 那對方也成功的手下那個半局喔 劉基宏今天 看不太到訴求 這也是他的課題 包括在國際賽 其實對方投手 對他用變化球的機會應該都會比較 漂亮 今天盛騎士比較少投變速球 對 這個打擊看可不可以不要保送的方式 直接做一些對決 結果讓今天劉時豪第二度上了 不過這邊投手球好像是一個蠻長的溝通喔 好像還沒有要換 要面對喔 對 所以這個決定會蠻關鍵的喔 打第一球結果形成安打 哇 很乾脆喔 所以 沒有換的結果被帶打的郭延文 擊出安打 很多投手喜歡用這樣的握法 投的變速球的軌跡 這一個就被擊成安打 中間方向回傳的時間已經是晚了 哇 劉時豪跑到想要脫帽喔 哇 沒脫成喔 很拚命喔 對 希望沒有受傷 活著就是代價了啦 對 就是你沒有換 連續兩棒 其實都是可以換的時機點 但是統一是對選擇不換投的情況下 被八九兩棒狙擊 2004年出生的新俊生呢 要到6月22號踩滿20 跑者走 這個傳球 哎呀 後面卡托 但是三壘上的跑者就可以很輕鬆的回來 是 哇 這個球很明顯的傳低了 4比2 哇 又被對方打在中外野方向安打出現 現在第5分 又被滑回來 哇 林孝晨的速度是很快的 龍隊今天兩人出局之後的得分能力確實是都掌握的這個機率相當高 嗯 郭天信 今天有一隻安打出現在6局 好 這個球消到 打在三壘防區 傳向一壘 將他可以解決 終於 抓下了這個半局的第三個出局數 不過前面被對方連續四位打者上了 包括了三隻 串聯的安打 一分現在變成5比2會選領先 我覺得三隻數超過了1 這個 應該說是超過了9 對方連續四位打者 結果變化球一來就被打成安打 陳崇宇站上了一包 非常技巧的打擊 是對有機會到前段棒次的話 對 他應該會有機會上球 是 這個球對靖凱來說可惜了 對於反向打者有沒有殺傷力 先釣個高的 先釣個高的 頭低了 結果這個球沒有釣高 打在投手的身上之後 投手球附近傳向一壘賽 哇 球子晨平出了一次那也安打 開炸彈或者是面對對方的左打者 好 這個球被林安可打在中間方向 但是並不夠深 郭天喜先是後退再前進了 將這個球接近手套 雖然 二壘上的陳崇宇是上到了三壘 不過 統一師隊要的 應該是林安可的安打或甚至全壘打 好 好 這個反向安打出現 有了 好 先得分再說 陳崇宇回來得到統一師隊的第三分 無論如何 這個半曲師隊還是有掌握到得分的機會 再把分 好 這個球 陳永基向中央在空外面飛走 應該是有機會 出去 陳永基乍點三分球 六比五 統一師隊逆轉啊 他就在等小破說的這一顆啊 真的被他等到了 為統一師受上遙遠的祝福 七局下半 哇 這一棒太重要了 所以 也可以看出 用吉他的一個經驗 前一球這個也是好球 但是偏紅中外面的訴求 那因為前一個打擊就是這顆球沒有掌握住 所以他 並沒有是他設定的球他放掉 那我們去溝通 我們去 預想說 這個時候擁擊他的一個Sweet spot 其實就是要等這種 鐵上的跑者都被擁擊給請回來之後 打擊輪到潘傑凱 盤帥這一球在右外落地也是一直安打 四隊真的也是奉送回來 就是說上一個半局 衛拳在兩人出局之後接連得分 這個半局也是一樣 兩人出局之後拿到的這些分數反而逆轉 看有沒有機會再請上天荒 哦 這一球抓到的一壘空區 陳重廷的長大嗎 又來一手接到著陳重廷停留在一壘上 不過 卻把 潘傑凱送上了三壘 這一球還打出現 哇 和平樂夫亞的細分還高舉右手 哇 這個安打又添得了保險分 他在一壘上相當相當興奮 這個訴求 最後是三振了陳重宇 不過 重運支隊在七局下半大有斬獲 關鍵人物當然就是陳庸基 他那一棒 三分後 將平分對立轉 從3比5變成6比5 那個來源就是台灣轟炸基陳重機